为什么很讨女孩喜欢呢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我也遇到过 譬如说很帅的男的什么 可是特别奇怪的是 越好看越帅的人 自己越自卑 他们更加了解自己身体 他会盯着自己的缺陷的地方 这很奇怪 尽管所有人都觉得 他们很好很美很棒 他们自己还是不满足 就这样的最讨论喜欢 是吧 哪样 其实他已经很好了 但他还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了 这种最讨论 我看您也是这样 整天照着镜子 看到的都是自己不好看的地方 说我这儿弄一下 这儿弄一下 不就是苛求那个 不是 你知道这种男生 他那种状态 他就有一种 相对他会比较害羞 你会觉得 比如说你女生 比如说跟他说点什么话 他脸带点红 你就会觉得 于是你身上都红了 是吗 哎呀这样的男生好可爱呀 你就怕什么呢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辈儿帅的男生 也许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觉得自己辈儿帅 每天这样 然后每天还瘦点肌肉 然后觉得自己辈儿帅 那样的你就会觉得他油了吧 记得 像这种呢 你就像这种 你觉得他那种 像我们当时这个应该是有自信的 所以其实外表男人啊 外表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瞧瞧 不不不不 我觉得 重要 当然 我尝过这个甜头 也吃过这个苦头 因为我以前是做舞蹈野员的 他是芭蕾舞 对 他年轻的时候是芭蕾舞的电子 你是从男孩子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还不错 但是你脑子里面没东西的时候 那就是个傻瓜 就没有自信 你有没有碰到过女人在你年轻的时候 那个芭蕾舞的男色出于你的男色把你给玩了 当然有 他说他把我当一个艺术品 把我当艺术品在欣赏 这玩不太像 不是不是现在 行我知道 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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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进歌舞团的时候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是不是我们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是另外的完全是一个工厂的 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人 他喜欢接近我 我觉得他就 虽然比我小两三岁 但我觉得他就像个姐姐一样 对我找的特别的好 但是后来我也就是今年4月份去了香滩 我是香滩市狗团 回到那里又找到的那位女生 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会喜欢我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跟你结婚 我明明要回长沙 还要去 不会在香滩待 我就帮你当一个艺术品 你在我面前能待几天就是几天 主要是就是身体 好看 所以我讲的蓝色 这是我40年前的事 现在其实我想都会有这个 你说现在这女生 就是当玩笑说的 还是真的 就是什么舔屏啊 六块腹肌啊 就是现在都开始搞这个了 我觉得女孩 你说真舔 那也傻嘛 肯定不会是真舔啊 但它就是表达的是一种 就是心理的这种感受 就如果这个 这男孩正在面前的话 还挺想舔一舔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上次跟吴君如在一块聊天 我就发现啊 其实有点微妙的不同 因为这小木可能很熟悉 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歌舞剧听啊 有那种看那个脱衣舞的 就是这这这这种 包括啊 他就说啊 男 他说我们女孩 你看啊 女人去看这种男男技啊 或者这种 呃 丫啊 什么牛郎啊 什么这种脱衣舞的表演的时候 女孩是像狂欢节一样 哈哈哈哈 对不对 我高兴了 对对对 她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男人看都是一声不吭喘着出气 对对对对 真的啊 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你说这是 嗯 她是一种玩玩笑 还是一种真的欲望 我就像这个追星似的 你说一般来说 女生追星在下面都是 啊我爱你 对对对 哦爸什么的 都是这种路数的嘛 但是男孩追星 好像都是默默的买 是吧 买他的各种周边产品啊 看他的电影啊 贴了海报在宿舍里啊 估计不会冲到大街上说 我爱你吧 对对对 哎 亚东你说啊 就是原来这个 这个包括这个歌星的形象 不也一直在变化吗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多 比如说女歌迷 她喜欢一个小小小小小 小鲜肉了是吧 你说她是喜欢什么呢 喜欢喜欢她的这个身体 还是喜欢她的这个 我觉得可 因为大家都喜欢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首先没问题 而且好好多人 譬如说 比如身体啊什么都很好呀 比如人家曲线就是很很美 就像过去雕塑一样 嗯 譬如大家都喜欢小微啊 嗯 那那可能很多时候 小微请示我 我不懂 什么叫小微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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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雕塑 大魏吧 大魏 小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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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有这些流行词的 黑话 就是说他看起来就是美的 嗯 说实话谁看了都会觉得美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嗯 就我们也都喜欢看好看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男的主要是可能羞于表达吧 我觉得男的都是可能不太会那么 但是小孩小女孩我觉得太正常了吧 嗯 我们都分几个类型 一种类型呢就是像说喜欢美好的 你就看 对啊 就是哎呦真好看 但如果他一开嘴说话 嗯 没有内容就特别希望他你闭嘴吧 对对对对 你就在那 让我们好好看看啊 对对对对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层次的 第二层次呢就喜欢聊天 比如像各位一样 对吧 就可希望听你们说话了啊 这是另外一种性感 就是知识 智慧 所代表的一种性感 但是我觉得 最高级的还是第一种吧 不不不 还有第三种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就是要推倒的 就是就是就是会让女孩有想要推倒 推倒她的这个这个欲望 这就是这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第三种就是那就是肯定什么都得有 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好的外表之余 还让我们意外的发现 他得意双心啊 内秀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你就推倒的劲 就是你就看见就是就是比如说网络上不是有这种词吗 就是我们要对推倒他 怎么把他这个 这个叫什么 逼动他什么类似于这种 那这种都属于 那刚才亚东说的那第一种是什么来着 你说那是最高的 他说的第一种是就是还是每一看起来就是美的 就是有吸引力 是不需要多说话的 你还不能你喜欢一个人要靠自己的知识去获得这个人 这太累了吧 我觉得这个 也不是 你说 就我觉得还是直觉的东西还是来的比较 当然不是说标准的 比如有一个人就会对另一个人有感觉 但是他是直觉的 并不是靠努力或者聊聊天什么 嗯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种确实大家都希望自己是有第一种的 嗯 不是说靠知识去获得人靠自己的表现去获得一个人 我觉得那个还是 当然了长得好看的人是老天 给的礼物 给的礼物 真的是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礼物 对 天处 真的 真的你就是老天就赏饭呢 就是真的你天生这么高这么好秀气 男孩也是我现在真的帅哥美女谁都爱 I'm not肯定 真的 帅哥美女 就是你那你去一个你那边香港有一个酒吧 他们就弄那种就是叫Wednesday 就星期几 就是他那个欧洲下来的那模特 就是可能在欧洲还也不是一线 但是就到香港来混了 他们有那个模特之夜 就是你可以免费喝酒 那所有的模特他免费 然后我们去了都不敢站起来啊 那就是就坐那 女的女 我们的女朋友看帅哥男朋友就看 不是就看美女 那这是你觉得 帅哥美女充满的那种酒吧 永远是你喜欢去 你看得高兴啊 就比如说那天我我先生还说呢 说那天打篮球 看见一对就是模特对 就是男孩子全都是模特 你先别说他们打得好不好吧 他们把场上一站 姑娘们就自动的站队到那边 就给他们加油了 你说这怎么弄 对但是这个会过得 这种欣赏会过度的 你比如男的他可能会啊 看见女的他就想扑倒了 但是女的就看见漂亮的 他当然想扑倒 就是个动物性的 但是女孩看见一个男色 是很美的 他会想跟他 我倒是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快 最起码没有那么快的想要知道 但是如果你有个好看的外表 我就会想要了解一下你 但是你好歹有一个对吧 你前面有一个吸引的这个前提 你的外表已经吸引我了 那我还挺想知道一下 你的这个情趣爱好呀 什么的 你的德性啊 什么之类的 那那那张我这种模样呢 怎么才能让人家愿意了解我一下呢 您不需要 您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品牌 是一个标志 你往那一坐 大家就很想跟你聊聊天 然后了解一下了 这不一样 但是我也有吃醋的 我可以给你看看 你在后台可能经常跟这种男人在一起 我给你看看 什么样的男人 这是欧洲的男模 是个小 part 大家可以给你看看 我们在这种东西 的看法 我们在这种旅行中 是一个人的男人 the truth is wrong all the nights you pray when it makes you asleep but the time goes by way too fast 我想像40年前的小木 你是这种体型是吧 对 细色的 你说这个色呀 我觉得这个字很有意思 据说这你都会日语 你知道 就是说在日本说这个色 比如在西方讲什么爱情 就love这种东西 在日本就通称是个色字 这个色里面也包括了异性之爱 也包括了同性之爱 是不是这样 是 就是因为你男性对于女性的一种吸引的话 我们叫 有没有色彩 男的女的需要有色彩 比方说你穿一个红衣服有色彩 男的也需要有色彩 但是相恋是不是也可以指色 也可以说色呢 那不是 就是如果说一种给人的 给异性的一种吸引 其实这种色呢 不单独是一种体型和外表 还是刚才讲我们回到刚才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就是一定要有智慧 所以我一直跟日本人讲 和我自己的表达 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包括一个英俊的男人 一定要智慧 性感 一定要老虚性感 这个人才会性感 这才是真正 所以你看你已经四十来岁了 对吧 走了 对 所以你跟那个男模是没得比 但是你的魅力一定超过它 因为你不仅有外表 而且你有智慧 你老虚性感 女孩子也是这样 你看你结了婚半年了 还那么吸引人 什么话 结了婚半年就该不吸引人了 还那么吸引人 对吧 也上岁数了 也上岁数了 小木 越是小少妇 他越是有思维 他有社会经验 再加上那外表 他会更加吸引人 小木你知道吗 他就现在反映了 就是这个江湖人物 江湖道上的人 开始打入政界 他现在在日本东京 歌舞集厅 他选议员 你觉得他的主要的选民 就是牛郎 对 牛郎子女 牛郎子女 陪酒的女孩子 陪酒的男孩子 那你那些选民 牛郎 他们是不是都是特帅 有帅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因为这牛郎们 就给这些老女人 和年轻女人 但是喜欢的城市不一样 就有不同的牛郎 满足不同女人 对 你到歌舞集厅 你看那些照片 有些根本就觉得他一点不帅 但他往往他会很吸引人 他特别会讲话 特别有社会阅历 特别有知识面 这样老女就会喜欢 就已经不看他的脸 只要你年轻一点 只要是个小男人 他就觉得长得不是很漂亮 他就觉得都是小鲜肉 有我就牛郎不见得卖肉 对 就靠聊天 对 对他就要开酒 他搞得开心 他卖酒的 卖酒嘛 就就就就就就 就跟女的多聊 对 所以这活我能干啊 所以这个酒 这我也可以选 对吧 我刚才你在歌舞集厅做牛郎的 男的啊 男的陪酒的 65岁75岁的 几十个人 老牛郎 老牛郎 几十年他的客人 所以说女生他还真不是那有很多时候不是第一眼的事 他真不是第一眼的事 但是呢 的确我就我就说亚东刚才讲的这个引起我的兴趣 就是纯粹的外表美 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就是说你看这个日本那个某个时代 其实你知道在很古老的时候啊 男女爱情是没这回事的 就是看的很低的 这个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 你知道吗 就是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讲的这个甚至是男色 日本那个时候武士身边呢 都有这么一个铜 其实相当于一种鸾铜或者一种一种什么 讲的就是俊美 然后呢 他们说在在不管在西方 在日本包括在中国 都有过这个时候 这中国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魏晋南北朝 然后我就注意啊 有一本书叫是说新语 里面就形容 当时说的都是美男子啊 美女人什么事啊 比如说何燕 那个时候的就说这个就是脸上啊 就是男的都化口红的 男的都磨粉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 比如说这说有一美男子脸儿特别白 然后这个皇上呢就想测试他一下 是不是抹了粉 然后呢就给他这个吃那个热汤饼 汗就出来了 然后马上这皇上拿个红毛巾给他擦 那个描写就是他就一擦呀 色转角然 就是脸越擦越白 就是那个时候对美男 你看他这个皮肤 一般形容都是那是个育人 那是个育人 而且能到什么一个程度呢 你知道今天有个成语 很少有人知道 说明一个男的就是叫看杀未戒 有这么一个美男子叫未戒 他就回洛阳城的时候啊 就是排着看的女的 你看那个时候女的都成一堵墙 然后这个男的这种娇弱 他还不是高仓健行的 你看这种 这男的这种娇弱呀 给看死了 就太疲劳了 这一直被围观 就叫看杀未戒 那么还有一个就特透的就是说 那个啊 冒比潘安 你知道潘安是谁吗 潘安就是魏晋南美潮的时候 这么一个美男子叫潘安人 冒比潘安 就潘安出去的时候 郊游的时候 就是城里的这个妇女们啊 就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不让他跑 围着他 就这么看他 不就是尊心吗 现在尊心不就这样吗 对 然后呢 后来说有一个奇丑无比的 但也是中国的那个大文士啊 就是叫左思 就左泰冲 左泰冲奇丑无比 但是越丑的越羡慕这样的 我真是发现越丑的男的 他越好像羡慕长得漂亮的 这左思 左泰冲呢 就是说 我也去像他一样 学着跟他一样的那个气派 出去浇游去 结果那帮女的都冲他身上一起吐吐 叫齐拓之 最后这左泰冲叫尾顿而返 就是颓了 就回来了 你看这些描写 就说明在那个年代 就把男人的容貌容颜 当成玉一样 你长成那样啊 全民族都 日本的异计啊 真正好的异计不是女的 是男的 语 语 意思听到吧 真是怎样 真正好的异计 能卖得起高价钱的异计 就是男的 所以就刚才讲的 美少年也好 小嫌弱也好 他能弹琴 能唱歌 能会聊天 这种高级 最高档子的异计是男的 所以我们在日本有一部电影 就专门讲 是我参加的一部电影叫人间 我们选择那个京都最有名的男异计 来出演异计 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女人一样 就像梅南方一样 那有鼓风 而且男的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反过来可能比女的里面还柔 还舒服 你根本就看 你就不要想她的戏 你就当是个艺术作品去欣赏她就可以 你这么一说 我刚才看那个 就是欧美的那些 刚才模特 他们好多动作都是女模特的动作 什么动作 就是比如说他们这样 然后扶紧 这都是女孩的动作 然后什么这样 什么这样 背后来这样 那都是女孩的动作 那都是女孩的动作 你说这是不是会越变越阴柔啊 就是男的要具备女人的这种 妻子 你知道就是他们现在讲这个经济啊 就是去年年底啊 有一个就是 是国泰军安出了一个女 叫她经济 她经济 以后真没男的什么事 就是花钱的都是女的 就是调查中国 从25岁到45岁的时尚女性 已经有2.9亿还是4.5亿 我记不清了 然后就是说 这次调查充分发现 75%的家庭消费啊 是女性主导的 那淘宝上都是女 日本也是 就等于说 你要说经济决定一切的话 所以为什么 他们就是说 日本最早开这个 就是说牧村拓栽 最早拍女性口红的广告 对对对 平常三个月卖50万支 牧村拓栽 卖这口红广告 三个月卖500万支 就是 你说这玩意儿 这说明什么趋势啊 雅东 我真不知道 趋势 我觉得比如说再美好的东西 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都不会珍惜 都会有 比如说一般的家庭 比如说好多日本的那些年纪大的人 都会喜欢韩国的 喜欢中国的 演员什么的 可能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生活里的一个调剂的东西 因为现实生活事实上是 就再美的人 他也可能会生病了 也可能会有他 就像您说的 没有智慧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智慧 也对他们来说 实际上没有必要 因为他长得好看 已经比你快很多了 比你领先 他有很多条件 我们得要很努力 才能达到 他轻而易举就能达到 所以这个也是 但是我就是说 你看你老说崔健是吧 我就说崔健 就曾经批判过 就是说整个亚洲的娱乐工业 他说就是在 他认为就是从日韩这开始的 他说你看 都是在贩卖年轻人的肉体 就是说他真正的音乐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 很有普遍性 就是说 现在就变成一种 咱们就说男色营销 所有的人就是这个舔平啊 或者是什么 那么 所以现在有些人就老觉得 这当然是女权高涨的表现 但是难道说女权高涨 咱那天说了 男的咱都说你应该过相貌关 你都不能对女人 以貌取人了 那么现在好像是 女性经济要以貌取人 就对吗 就正确吗 我有点不同意见啊 就是你这个长得好看 他还不完全 真的是那个长得好看 他还有一个外表 你怎么收拾的 你比如说我们同样 都长得挺好看的男生 如果一个会收拾 一个不会收拾 还有这个还有肚 就什么叫做时髦 你不是说一身上下 我全部穿上潮牌 就是时髦 他有个品 对没错 就是像小木哥说 他有个品位 这个品位代表了好多东西 代表了智慧 他怎么穿搭 这个其实是有智慧在里面的 审美 对吧 然后包括对自我的认知 你对自己是否了解 别人穿好看 你不见得穿好看 这个孩子一站出来 比如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就是有些日韩的这个男歌手啊 他或者是男艺人 他相对时髦一点 他就是一个整体形象出来以后 他就感觉又有这个人阳气 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 这样的优质偶像啊 就只是拿出来对比一下 这么一说 所以他不仅仅是完全是脸 你如果你单看脸就长得全 你像比如说像全智 像全智龙 哎呀我是不是我说错了 全智龙 对对没错 全智龙 帮我说错了卡了 没错没错 全智龙 全智龙 你说如果单说看脸 你说他真的是那种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很帅吗 但人家透 全身上下透着那种 那种不一样的那种格和那种气质 而且他有自信 而且有一种阴阳同体的那么一种 就是他就特别就招人喜欢 所以他这个魅力这种事情 他还真的不好说 那你对这个 你说亚总 你对这个阳刚气质怎么看 有人说现在的男人就越来越轻 在女色经济消费 男色经济消费下 就好像传统的那种阳刚 我觉得阳刚气的永远都有 有的人我觉得是 我一直说有的女人他看起来就是阳刚气 有的男人是他底色 他就是比如说他长得你看觉得 其实我觉得不像 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里有很阳刚的 有点男孩子劲 我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底色 比如人做音乐也一样 比如有的人写出来就是娘娘腔的 有的人你看 音乐还翻娘腔的 当然也有娘腔 有的人就是他看起来娘腔 但是他写出来非常有力 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是有这个差别的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特重要 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喜欢好看的 因为是出于最基础的那个幻想 是美 但是大了以后你会觉得说 比如说你看到很像刚才你看到那些模特 比如说如果假如是一群女的模特 我也会觉得很美 但是我不会想到跟我有什么关联 是原因是可能年纪大了 你会更注重情感上的东西 就是这个人跟你什么情感 可是事实上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跟你产生了某种 超越了这些身体了 什么这些东西的那种情感的时候 你确实会看什么都是好看 你不会去用一个常规的审美 去再去衡量这件事情 比如说大多数人对于 我忘记我看一本书 大概一个故事就是说 一个男的喜欢一个瘸腿的 装甲织的一个女孩 好像十一种孤独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 结果他就一直追她 追追追追到有一天 那个女孩信任她了 他把她领到一个草舵的房上面 是有一个梯子的爬到上面 他突然跟那女孩说 我特别想看一下你的甲组 就是那个甲织 可是那女的说就非常 就是很尴尬 就我怎么能领探 她说我爱你什么就是怎么样 好吧 那个女孩终于说服 就把自己甲织给她 结果那男的拿起那个甲织 扔到下面自己走 其实就是有的人是会 那对于 其实我觉得那个美好的东西 是可以欣赏 但是假如有一个人 真的可以去爱这个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更美 我个人看它 就是很多人现实里都是 不愿意去怎么说 都是停留在非常表面化的东西 但是事实上无论我们任何一个人 比如说常常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男的 娶了一个特别丑的老婆 很多人都不理解 就是他为什么会娶她呢 或者一朵花什么插在了什么 牛粪上 对 可是人家没觉得 人家自己非常开心 而且人家是诸葛亮嘛 对 诸葛亮就是所谓丑气嘛 我是觉得这是对一个人的评判 对她的选择标准 你是做老婆去选她 还是作为一夜情去选她 一夜情 我想女孩子可能会选这种 不经风霜的 也喜欢有强刚的 有肌肉型的 各种选法都不一样 如果真正选一个老婆 或至少是四年 十年以上 让她做自己真正的伴侣 那标准又不一样 如果一夜情的话 在迪士国 肯定是先找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不能找一个丑不拉几的 对吧 或者根本跟你自己不喜欢的 那一般的审美般 我想大家都都是普遍 漂亮的总是漂亮的 对吧 总是喜欢美的 那有时候 在我选老婆来讲 我真的 我不能说我的老婆都漂亮 都不漂亮 你的哪个老婆 现在这个老婆算最漂亮的 在以前的都不漂亮 因为我什么 我没有安全感 那我的标准 如果做我的老婆 不要太漂亮 不要都被人家喜欢 我掌握不住 如果说一夜情 没关系 我今天就喜欢她 如果说她的几万块钱 在这里 在购物金选一个女孩子 今天一夜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上海话就叫拎得清 所以我就 她一说 我就问你一个个人隐私了 但是我很感兴趣 对吧 这个李爱也是新婚不久 对吗 我就觉得 你老公我也见过 很优秀的 但是 很帅的 很帅的 对 但是真的 老公干嘛呢 我老公是我经纪人 打老板子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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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拍档 我们俩拍档 对对对 我就是我就是觉得 你不是平常 我们要找一个太漂亮的女孩 也会有不安全感 类心呢 你就看不住我 对吧 你谁知道 但这个 他的诱惑也多 像你这样一个 青春亮丽 而且又做的这个工作 都是跟这些 有魅力的人在一起 有魅力的人在一起 你觉得你老公 就说实话 他会有男人的这种不安全感 他今天在啊 哦 他这就是他解决不安全的方法 是吗 永远在 看着 说实话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不安全感 但因为我们俩 也不是说 一认识就结婚 我们俩在一起 一段时间了 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还是比较清楚 我虽然嘴上有时候 我有点就是跑 就是比如说各种 那个啊 哎呀 好看啊 帅啊 摸一下啊 什么的 但是我是怎么样的人 他其实可能 他比较清楚 所以他 当然了 他也比较着急的 就跟我求婚了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这可能也是解决安全感的一个办法吧 啊 对 我觉得可能 这个可能还得问他 所以这还是就是说 相知深 爱的深 就穿透了外貌了 最主要是这样 他到了里边 他没有 他即便没有安全感 那他喜欢我呀 是吧 那也没办法 这家伙 这叫晒命了 还是叫晒什么 因为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有 我肯定也有给他能给他安全感的这个部分 我知道他在那盯着你 我估摸着是我可能卸了庄以后 他就觉得还是蛮有安全感的 所以这事就不在意了 所以说啊 这个你说咱们说了半天这个这个男色 说到底啊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是不是都需要成长 你现在今天很多男的要叫我说太爱面子了 他很多时候他找个女朋友啊 他是为别人找的 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不漂亮带不出去 你没办法 他是为别人找的 他是为别人找的 但是为什么你像亚东我觉得就成长了 对吧 你也或者你老公也成长了 就是就是你慢慢知道啊 日子还是自己过 对吧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任何关系 丑妻家中宝嘛 对对对 丑男也是家中宝啊 对对 而其实也这样 你看现在有好多姑娘 就是在网上大喊说 铁平啦 要扑倒啦 什么的 家里都老公的呢 哦 而且好多家里也是有老公 有男朋友 我觉得这可以分成远格吧 就是一个是说普通的家庭生活 其实如果有一点不幸啦 或者是有一点什么所谓的磨难 或者有一些反而更加牢固 嗯 更加能激发这两个人 呃 感情里面那个部分 嗯 但是我觉得人人都有性幻想的对象 每一个人都得有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嗯 不管你是好人坏人 嗯 所以大家都保持自己的一个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得需要理解吧 因为这个 因为他不 他只能是不现实的 嗯 所以我只能去欣赏 比如看歌舞伎表演 啊 或者透过什么去看 但是他不会把那个当成生活 嗯 哎 那可能是在中国这个这个环境里面 比方说离了几次婚 你看那个 每次我做文化的节目 他都会几次结婚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 因为中国没有那个环境让你离婚结婚 但是你在国外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去找个女人 或者男人找个男人找个女人 女人找个男人 是很方便的事情 中国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我们老以这种话题 但这种话题绝对是吸引眼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社会制度不一样 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个同样的价值观放到日本那种国家 或者到美国又不一样 放到河南就更不一样 你说吧 现在中国是开放了 就在过 就即便是在几十年前呢 中国人找个媳妇 他为什么容易这样啊 他那是解决性饥饿的 他问问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等于不老不当机了 行到点 好好好 大家好 大家好